在未開始講之前 大家記得支持我訂閱這個頻道 紐卡蘇頻道今天一定要講的這場球是 紐卡蘇主場迎戰去屆的聯賽盟主 萬成 這場球未看之前 其實我自己都沒有什麼寄望 因為就以上屆兩場球為例 艾迪賀維執教紐卡蘇之後 兩次對萬成合共輸了九球 一場球是輸四球 主場輸四球 第二場球作客輸五比零 所以這場球我心想 如果紐卡蘇輸四比零 或者更加少的入球 我都覺得已經有交代了 但是當然了 經過艾迪賀維在這幾個月份 自從一月上任以來 紐卡蘇的改善當然有很大的進步 其實講回 艾迪賀維面對著哥迪奧納 過往十次的隊友 包括八次當他執教 當時執教搬尼茅夫的時候 過往十次 艾迪賀維都是輸了十場賽事 所以這場球 面對著哥迪奧納 輸少可以說上來當贏 果然 開球只是五分鐘 萬成就首先打開了紀錄 當時 班納道斯華在右腦 曲弄了球近來 門前的跟渡金竟然無人看管 輕鬆地射成一比零 首先打開紀錄 在之後的五至十分鐘 紐卡蘇都是有嘗試反駁的 尤其是見到今場球最佳球員聖馬新文 在左路頻頻發難 看紐卡蘇爭取到不少攻勢 果然在二十八分鐘 當時乘著聖馬新文在左路面對著 這個獲家和樂迪 一吸過來 右腳一送的時候 這個艾迪朗的大腿是困到 困入狼梅 當時球證 初時判這個球來炸壺 是認為是越位的 但經過VAR复合之後 給了球球1比1 紐卡蘇是攀平的 也是艾迪朗今季的首個入球的 紐卡蘇之後有一個反勝的機會 當時紐卡蘇乘住萬城的後防 亞基當時後衛 以前跟艾迪河維有合作過 但因為受傷而換入盧賓戴亞斯 不知是否中路反而有些鬆懈 當時聖馬新文切入中路 將球交給威爾遜 威爾遜吸了之後 用右腳一彈 腳面是一個很漂亮的finishing 這球球也是騙了萬城後衛 這球球2比1 暫時領先了上半場 下半場8分鐘 這個隊長哲比亞博得了發球 當時艾馬新文 聖馬新文在這個葫蘆頂 被史東斯勾跌 判佛這個佛球 這個折比亞很漂亮 這個佛球一射射去盧門的左上角 艾特辰欲救無從 但很可惜這個3比1的優勢 只是領先了6分鐘 當時萬城在角球上 擾於樣子下 這個洛迪 困在中間 又被賀蘭 無人看管 輕鬆地追回2比3 說於賀蘭 其實 在上半場也有一個黃金的機會 當時禁區邊 一個地球射過去的時候 紐卡蘇和門撲比都已經拍到 但是這個球依然是彈柱 直至到下半場18分鐘 班納洛斯華接應迪布尼的直線送前 竟然無人看管 又被他追成3比3 紐卡蘇無法治可以守著優勢 而更加在下半場28分鐘 當時隊長的捷比亞 因為一個操役的攔截 令到迪布尼被掃跌 球證當時一度立刻舉紅牌 將捷比亞 趕出場 但是 球證一時間冷靜之下 經過VAR覆核之後 竟然將這個球 改變黃牌 可以說是險於帝頭 老實說 球證是一念天堂一念地獄 可以說是 他喜歡說你紅牌也可以 說你黃牌也可以 其實這球球 看萬勁 如果要紅牌趕接比亞出場 都是合理的 無論如何如何 最後 有很多的施射 都被撲比稍後時間 屢舊險球 紐卡蘇也是 超額完成 3比3 差點 贏了這場球 最後3比3 令到 萬成也好 紐卡蘇也好 投了兩場 大家都沒有失球的兩支隊伍 這場球各自失三球 但是 獲得一分 都算是皆大歡喜 我覺得 我個人看這場球 無無疑問 大家的今天傳媒 包括衛報 每日郵報 太陽報 BBC 獨立報 全部都一致認為 聖馬新聞是這場球的最佳球員 這場球可以看到聖馬新聞是異常的 比以往更加努力 除了在左邊發難 令到 萬成的右閘 這個獲家 頻頻食塵 有時候也有送醫院球 或者很多時候 這球都不敢跟他爭 輸各球 其實聖馬新聞 第一球球、第二球球 兩球球的助攻 其實嚴格說 第三球的助攻 都可以壞 因為他比數 而輸自由球 如果你玩Fantasy Football 其實這個助攻 都可以歸功於聖馬新聞 換言之 這場球是有三個助攻 這個聖馬新聞 真的不說笑 我亦都看到 這場球 不單止在突破、爆破、速度之一流之外 亦都頻頻搶球 其實配合另一個中場的 祖寧頓 這場球也是非常勤勤 可以說得上 跟聖馬新聞 有不少支援 反而我稍嫌 古馬雷斯這場球 打得沒有以往那麼搶鏡 而韋洛克更加是無影無蹤 其實說到第三球 被攀平的那球 韋洛克也有少少責任要負 但無論如何 剛才說韋洛克打得很安靜 也難怪 下半場的尾段 都是由朗格斯達夫入體 反而威爾遜 這場球有一個進場 正如剛才所說 都是盛住阿基 被換的商出 找到萬城的空隙 這場球 嚴格說 對紐卡蘇應該要給一個高度的評價 因為實情 這場球 面對著萬城都毫無巨息 很多球員 包括 例如 剛才所說的聖馬新聞 祖寧頓 一定要說 一定是隊長哲比亞 尤其是一個好絕的佛球 反而有幾個球員 例如 博文這場球 第二場正選上陣 但是 我對於他的評價 就不太高 尤其是第一球 這個球員 竟然可以被根度選擇 是鬆容地射入 沒有人拍他 中路兩個手掌 其實都要負責任 其實都見到博文有少許脫漏 因為這個球員 都已經說過 他速度不夠高 但是 勝在夠高 還有左腳很熟 看來博文 看看可不可以一段時間 再去顯出他的功架 這場球 打和之後 紐卡蘇暫時排第五位 三場球有五分 都是一個不錯的開始 我自己也都覺得 艾力賀維也有一個不錯的開始 因為其實我這場球之前都很擔心 會不會 如果又是對著曼城 利物浦 這些勁類 都是無法只可以和他們困 紐卡蘇怎樣可以再有一個突破呢 隨時我曾經想過 如果紐卡蘇這個球季 連歐洲賽的頭六名都不能打入 隨時艾力賀維也要執包 但是現在 能夠在曼城裡搶到一分 我覺得前途也是不錯的 當然我最大的焦點 一定是前線的 其實我都稍嫌這個聖馬新聞 是有一點點故障難明的 因為其實可以和他這樣拍照 勉強是祖寧頓 所以嚴格地說 紐卡蘇一定要在前場 或者逆風兩邊 應該要繼續努力 要找到適合的人選 因為現在這場球我看到 威爾遜就是一個九號仔 但是這場球我稍嫌他打得比較靜 很多時候看到聖馬新聞這樣搶來搶去 我相信起碼也要找多人 跟他打個一二 拍照 我相信